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疫情至今大家对于莫德纳公司已经不陌生了 莫德纳公司是最早使用mRNA技术生产新冠疫苗的公司 它和汇率公司不一样 它是一家小公司来的 它在疫情之前是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小公司 但是在这次疫情当中它脱颖而出 今天我会谈谈莫德纳公司的一个新的疫苗 这个疫苗和新冠完全没有关系 它是一种癌症治疗疫苗来的 关于癌症疫苗 我过去做过一个专门的讲座 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在这上面放一个连接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么今天我大致的和大家总结一下 癌症的疫苗分两种 一种是癌症的预防性的疫苗 一种是癌症治疗性的疫苗 预防性的疫苗最主要是针对于那些 由于病毒感染而造成器官癌变的一些疫苗 这些比如说像乙肝的病毒会造成乙肝的感染 然后有可能造成肝癌 人乳头瘤病毒它有可能造成公颈癌 这两个现在都有疫苗 当我们预防了这些病毒的感染 那么也从而可以预防或者说减少这些病毒所造成的癌变的可能性 这是预防性的 治疗性的疫苗就不一样了 很多癌症并不是病毒引起的 很多癌症是人体的细胞进行了癌变而产生的 这些癌变的细胞会产生一些比较特异的蛋白 而这些特异蛋白在人体的免疫系统正常的情况之下 会攻击这些特异蛋白的细胞而把它们消灭 也就是说他们会主动的去消灭癌变的细胞 但是当人的免疫系统下降 特别年纪变大的时候 免疫能力下降的时候 那些癌细胞就有各种方法躲避人体的免疫系统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一个疫苗可以训练人的免疫系统 主动的去捕捉这些变异癌细胞的话 那么这个疫苗就是治疗性的疫苗来的 现在市面上有这样的疫苗 这个疫苗也是一种是治疗前列腺癌的一个疫苗来的 那么在过去的视频里面我也讲过了 那么这一次是完全不一样 这一次是莫德纳公司用mRNA技术生产的一个完全全新的一种疫苗的手法来的 莫德纳公司在2010年成立 他们完全是以mRNA技术为核心技术的 当时他们的目标非常远大 他们想用这个方法治疗心血管疾病 代谢肾脏疾病以及各种癌症 但是他们各方面的在治疗方面的研究 在2014年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那个时候他们转向研究mRNA疫苗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人体进行了mRNA治疗的时候会产生抗体 所以触发了他们的灵感 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制造疫苗的一种手法 所以从2014年开始 他们已经进行了各种疫苗的研究 当然了一个疫苗的研究 我们知道平时的情况之下 往往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才能上市 这次由于新冠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所以说这一次可以让这家公司占领了很多市场 同时也让这个公司有了很大的牟利 从而可以进行新一波的疫苗的研究 这一次他们推出疫苗的研究就是一个癌症疫苗 这个癌症疫苗最主要针对的对象是黑色树瘤 而这个疫苗非常不一样 它是叫定制疫苗 定制疫苗就是说为每一个患者量身定制 因为每一个患者的癌变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患者的癌细胞里面的特定蛋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他们用mRNA技术里面的一个特异性 就是他们可以很快的制造疫苗 利用这个方式为每一个患者量身定制 从而使这个疫苗更加有效 它这用药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疫苗和另外一种免疫疗法 关于什么是免疫疗法 我这上面有个连接我过去详细解释过 免疫疗法的药物叫做Pembrolizumab 共同使用 为什么要共同使用 因为有很多癌细胞 它有一种方式可以压制人体的免疫反应 而Pembrolizumab可以消除这种压制作用 从而使疫苗更加有效 在二期临床的时候 他们发现在一年内 如果说这个疫苗和Pembrolizumab共同使用 相对于单纯使用 Pembrolizumab患者的死亡比例下降了44% 这里我必须要强调一下 这个是莫德纳的一个新闻稿来的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临床报告 所以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细节 他们遗漏了或者说没有说出来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一旦有了最新的消息 我会和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因为FDA看了他们的研究之后 认为这个疫苗有一个突破性的地位 也就是说FDA看到了这个癌症疫苗里面的价值 这个疫苗我估计在未来的几个月 一年之内 如果说真的像他们所说的这么有效的话 应该可以上市 当然我们现在要看的并不是单纯是这个 关于黑色树瘤的疫苗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技术 如果说这个疫苗真的像他们所说的这么有效的话 而且这个方式是可行的话 完全是可以复制 完全可以用于其他各种癌症 从而让人类的癌症治疗 特别是预防癌细胞的扩散 复发完全可以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好了今天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祝大家都健康